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秋假期火车票明起开售 中秋节临近你的出行安排上了吗 街道办吐槽大会吐槽对象是政府 都市频道全国首档聚焦政务公开荣媒体栏目江西正能量 今天来看南昌市鸿骨滩区通过政务公开搭建政企沟通新桥梁 工程完工五年多工钱至今未结清 系列报道直面问题纠四峰赶坐善围抓落时播出后 吉安集水县调查整改相关部门多挫病局化解遗留问题 提前半年在百家喜宴订婚宴谁料遭遇婚宴厅货不对板 百家喜宴承诺整改到位 婚期临近新人心理直打鼓 操办习事遇上如此尴尬事 都市消费调查记者维权出击 网友分享DIY护肤方法 茶饮料变身神仙水 医生提醒慎重实用 女子外卖平台点餐 在辣椒炒肉里竟吃出苍蝇 赔偿金额谈不拢 责任该如何划分 民法典在身边 稍后继续以暗说法 七百多亩土地流转搞养殖 租金拖欠六年何时付 干问民呼我为新联心 记者跑腿帮忙 相关部门做出回应 18点01 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都市现场 我是庆元 在南昌向您问好 今天是2024年的8月31号 星期六 一起来关注今晚的新闻 要说起来这段时间 随着负热带高压的不断增强 高温天气再度发展 今天我们江西全省的最高气温 平均为37.2度 九江市的休水线更是达到了39.4度 多地体感温度更是超过了40度 热度堪比盛夏 从明天开始 全省各大中小学校相继开学 秋老虎也将会持续发威 根据江西省七阳台的预计 明后天全省将会维持高温酷出天气 干北干中和干南北部最高气温 可能会达35到36度 局部地区37到38度 各位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 我省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 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 也要注意防范 你看这明后天要陆陆续续地开学了 根据相关的统计 鼠运期间 也就是7月1号至8月30号 南铁南昌车站累计发送旅客量 高达950.12万元次 而随着中秋夹节脚步的不断临近 另外一波的购票热潮 已经拉开了序幕 今天中秋假期从9月15号到17号 共三天的时间 但需要注意 9月14号星期六 大家仍需坚守岗位 现在不少人已经在计划着 中秋假期的出行了 中秋我们两个决定去厦门玩 对 现在已经是正在做这个打算了 对对对 酒店已经很快计划了 就民生买票 线上购票就比较方便 可能会周边有 周边 就比如说离的南昌近一点的 对于计划驾车出游的朋友 需留意中秋假期高速公路 并不纳入免费通行之列 不过 对于选择铁路出行的旅客 下面的购票时间要记住了 8月31日起可购买中秋假日前一日的火车 9月1日起有出行计划的旅客 可以准备购买假期首日的火车票了 9月1日可买9月15日的车票 9月2日可买9月16日的车票 9月3日可以买9月17日的车票 此外铁路部门也有一些温馨提示送给大家 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手机APP 目前南昌有四座车站 分别为南昌站 南昌西站 南昌东站和南昌南站 大家在出发前请确认清楚乘车站 防止走错 到站乘车时 请携带好过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 留足近站候车时间 都市平台记者报道 昨天晚上南昌网红打卡双层巴士开通了首趟 夜游南昌的打卡半线 接下来跟随着网红双层巴士 我们来欣赏一下美丽的南昌夜景 新疆一礼的 还是比较幸运就是坐到这个第一趟 因为我们也是刚说要去童王阁过去玩 然后就是想有什么比较方便的交通 再加上有这个小桌板 然后其实像我们拿的东西都上来 其实放在这个小桌板上 自己拍拍照 拍拍夜景都是很不错 能够一路感受到我们整个南昌这种夜景 非常美 确实非常美 然后今天也是我们带着我们一家三口 来这里来感受一下 非常的幸福 此次开通的网红打卡双层巴士的线路设计 为闭环走向 主要途径南昌之星 秋水广场 腾王阁三个主要景点 并实现了零距离接驳南昌地铁一号线 方便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这三个景点都有夜间的一个出行需求 那包括这条线路也可以欣赏到 一江两岸的一个风景带 给乘客一种更多的出行体验 网红打卡双层线推出了次票和连城日票 两种无人售票模式 次票为两元一票制 仅限乘坐一次 那么连城日票为五元一票制 乘客可以通过掌上公交APP 二维码线上购票 购票后不仅可以无限次数的乘坐 该线路也可以不限次数的乘坐 网红打卡当当线和腾王阁圈圈线 为助力南昌文旅融合发展 打造公交加文旅新场景 南昌公交运输集团还调整了 部分网红公交搬线的运营时间 更好的方便游客出游 9月1日至9月22日增开 网红打卡当当车运行单次 每日的发班时间为早上9点至21点 网红打卡双城线的运行时间 为每日下午17点至21点30 9月23日起恢复正常运行时间 就是每周五周六周日及节假日运行 都市平台记者报道 8月31号了 开学季已经到了 尤其是不少大学 前两天就陆陆续续的新生报道 目前在南昌火车站地铁站 迎来了学生客流高峰 昨天上午在南昌西站 记者就看到不少提着打包小包的学生旅客 开学高峰即将到来 针对新生初来报道的不便情况 开学期间 南昌地铁部分车站摇身一变 成为了热情的迎新使者 在我们一号线双港站 奥体中心站 二号线南昌西站 南昌火车站 设立了我们学子驿站 为学子提供矿泉水 水杯 口罩 爱心雨伞 以及我们的应急物资 还有我们的打包绳 打包带 一系列便民物资 以备不时之需 在我们车站的出入口重点部位呢 我们还设置了我们的活地图志愿服务队 及时为乘客提供咨询 帮助 爱心接力等一系列的贴心服务 同时 我们还在车站的出入口 安检机处 以及我们的站台 设置了我们的爱心拎包小队 为广大乘客提供及时的帮助 此外 为了方便广大高校学子出行 南昌地铁贴心制定了 高校师生出行指引条 为新生及家长们提供了 全面的出行指引服务 以便新生们更好地了解 地铁线路和换乘信息 能更顺利更便捷地抵达目的地 在我手上展示的是 我们高校新生出行指引条 上面标注了各大高校的 地铁乘坐路线和公交换乘方式 以便与广大学生和家长 能够及时了解地铁路线 感觉非常的热心吧 就是来到南昌 就感觉这个地方 就是对我们旅客都是很关心的 第一次来南昌 感受到了这个南昌当地的 对旅客的关心 还有那种照顾之类的 都市平台记者报道 新学期开始了 有些学校会给同学们 设立一些仪式感 你看这两天 上尔老师延山县的一个中学 就举行了一场 富有创意和互动性的 团队辅导活动 活动现场 500名学生以班级为单位 站成10个圆圈 每个人的位置 由生日先后顺序来决定 这样可以帮助同学们相互了解 而一圈到底的游戏 不断拉近同学间的距离 大家用肢体语言说话 默契配合 发挥才智 在欢快激烈的团队活动中 快速打破陌生感的壁垒 这个游戏锻炼了我们的身体平衡性和协调性 也体现了我们的团队精神 我觉得这个游戏很有趣 而接下来的按摩操 击鼓传花等游戏 同学们体验着积极的情绪和情感 挑战自我的勇气得到增强 也增进了团队意识 而在甘州南康中学 他们的开学第一课充满了科技味 人在观察景物的时候 观信号都会通过我们的视觉 神经传入我们的大脑 形成一个视觉 原来学校与南康区科学联合 将生动有趣的科学知识 与实验带进校园 为同学们准备了一场 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 在场的学生 一同感受实验带来的 新奇体验与创意所在 有趣的实验 让同学们感受到了 如何把课本所学知识 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 线圈两端的电压 会随着音乐节奏而起伏变化 磁场的强弱也会随之变化 回形针便会随着音乐节奏跳舞 这个简单又有趣的实验 不仅让我感受到了科学的趣味 也让我看到了电与磁技术 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应有发展 同时这次活动的开展 激发了我们科学探索的兴趣 这堂课为学生们打开了 体验科学 获得知识开阔眼界的大门 同时一位青少年搭起了 通往未来科学梦想的阶梯 本节目素材由新闻社工提供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救人的事 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 由于上游四方井水库开闸放水 宜春市圆州区胡田镇平田村 一个在水坝上行走的男孩被冲走 事发之后多位市民是下水营救 后来孩子被救上来了 但是其中一名参与救人的男子 却在水中不见了踪影 市民易先生给记者提供了 部分现场营救的视频 我后面游啊 我后面游啊 从现场视频看 事发地水流湍急 坝下有很多明显可见的漩涡 几名救人的男子都体力透支 岸上的市民将附近的营救竹竿 和救生圈扔下水中配合救援 记者了解到 事发时由于上游来水迅猛 一名正在坝上行走的小男孩 被急流冲下河里 男孩的爷爷赶紧跳下去救人 随后又有两名男性市民下河救人 营救过程当中 因为水流异常湍急 下去救人的市民 体力很快就感觉不支 人本在岸上帮忙递东西的市民 钱先生也接着下水施救 没想到瞬间被卷入漩涡 不见踪影 二十分钟之后 落水孩子和他爷爷先被营救上岸 另两人也先后上岸 当大家发现后来下水救人的 钱先生还没上岸 一边赶紧寻找 并拨打了110、120 以及蓝天救援队的电话 寻求救助 直到今天上午 搜救队伍一直在河间 搜寻钱先生的下落 从事发地到现在搜寻的区域 已经达到两公里多 记者了解到 下水救人失踪的钱先生 44岁 本地人 事发当时他在河边摆烧烤 都市频道记者宜春报道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了用手机派出道的 这个情景是发生在 昨天下午的五点 今天上午的十点多 下水救人的钱先生 被找到了 确认不幸身亡 当地政府正在为 下水救人的三名热心市民 申报援州建议勇为 先进分子 稍后您将看到 七百多亩土地流转 搞养殖 租金拖欠六年何时付 干问 民呼我为新联心 记者跑腿帮忙 相关部门做出回应 历秋时节 硕果飘香 现在正是百香果 成熟的季节 甘州龙南市 桃江香的六十多亩的 黄金百香果 进入到了采摘期 满园的黄金果 飘香 果农 迎来了甜蜜的时光 走进桃江香 兆丰园 百香果种植基地 只见一丛丛 绿油油的藤蔓 爬满棚架 浑原透亮的果实 挂满枝头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现场果农 正抢抓情好天气 穿梭在一排排藤架间 采摘成熟的百香果 振振果香 还吸引了不少游客 前来体验采摘 与避暑的双重乐趣 这里的百香果又大又甜 吃起来特别的好吃 也很纯香 据基地负责人介绍 百香果又香又甜 得益于今年良好的 气候条件和科学管理 采果期可从7月上旬 持续到12元 今年我们这块基地 有供香港 供20灯 20灯之后 然后在我们线上线下 在一个我们自己公司 也有小程序来售卖 再一个我们隆来市民 他也知道这块基地 也经常来雇来 这边来采摘 所以我们的果子 是供不应求 有爱吃芋头的小伙伴吗 近日 奇牙有丰县 摇天镇的两半亩 槟榔芋也进入收获期 田野里 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芋香 田笼间 一排排槟榔芋枝叶 苍翠碧绿 从空中俯瞰 犹如连片的荷叶 村民们也抢抓农食 集中采挖芋头 抢先把槟榔芋 推向市民的餐桌 也是第一年种 产量大概3000斤左右 那现在的行情 就有6000块左右 一般都是小到广东一带去 与其他芋头不同 槟榔芋具有高粉度 口感细腻 营养丰富 和香味浓郁等特点 不仅可用于制作菜肴 而且广泛应用于 甜品和冰淇淋的制作中 深受吃货们的喜爱 去年年底 在当地政府和村委会的推荐下 干州客商沈丽萍 流转村民200多亩土地 种植槟榔芋 还吸收周边村民务工 带动村民增收 然后在生产期间 我们积极主动地去维护农田水利设施 全力地为它提供一个良好的生产环境 然后通过这个种植槟榔芋的话 为我们村集体带来了8万块钱的经济收入 把这个小芋头做成大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本节目素材由新闻社工提供 初秋时节是水果飘香的季节 那么接下来 向各位推荐几个周末采摘水果的好去处 日前 九江市五宁县3000多亩的葡萄园里 硕果累累 暑期的尾声 当地掀起了亲子采摘油 五宁县扬州乡的葡萄 自成熟上市之后 虽然天气炎热 但也没能阻挡 游人采摘的性质 腾半下 人头攒动 小游客们踮起脚尖忙着采摘 不一会儿 就将爸爸手中的果篮装满 我们听说这边有个葡萄园 然后今天特意过来 尝了一下 真的非常好吃 我们每个人都准备提一袋回去 近年来 五宁县通过科学的栽培方式 让葡萄种植成为了当地群众的甜蜜产业 除了销售葡萄 当地还发展采摘经济 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这里 享受田园农家乐带来的乐趣 记者了解到 今年五宁县3000多亩葡萄产量 突破了1200万斤 产值7000余万元 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一直坚持是有机和绿色种植 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 现在是采摘的旺季 每天大概有一两百个游客来采摘 初秋时节 食用口感佳 极富营养价值 而被誉为水果维C之王的猕猴桃 也陆续进入采摘期 连日来 景德镇富良县 紫园重养专业合作社的猕猴桃种植基地 也热闹了起来 真是太棒了 我第一次亲手采摘猕猴桃 感觉特别新鲜 特别有趣 这猕猴桃个头很大 2019年 村民李火灵 牵头成立了紫园重养专业合作社 2021年开始挂果 预计今年猕猴桃产量 有两万多斤 此外 合作社还先后帮助 十几户农民实现就业 每年支付工资近30万元 我们这个果园也能带动周边的农户 共同支付 让他们能够分享到 猕猴桃产业带来的红利 更重要的是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能够为乡村发展 贡献一份力量 本节目素材由新闻社工提供 要说起来水果 在南昌湾里的葡萄也很有名 或许是因为湾里是南昌唯一的山区 早晚温差大 种出来的葡萄口感更好 特别受到人们的欢迎 走进这家葡萄园 这里给人的感觉更多像是公园 像是一个举行聚会的小花园 就是不像葡萄园 果园负责人龚兆兴 带记者走进一个大棚 这个地方和我们平时见到的葡萄基地 还真是不太一样 让人生疑 我刚刚看的这个葡萄园里面 有这个长桌子摆着呢 我以为这是一个造型假的 不是 都是真葡萄 我们就是在这个葡萄棚里面 搭设了一些场景 未来可以让小朋友近距离的接触 因为我们平常去的葡萄园 都比较是土嘛 比较脏 然后我们进去把这边平整一下 然后摆些桌子 可以在这里近距离的观察 然后可以在这个里面 做一些关于葡萄的手工 比如说葡萄榨栏 葡萄果汁 就可以在原生态的直接线采 直接到旁边就可以做 一颗颗晶莹饬绿的小果子 一串串绿宝石 便是湾里这座山里孕育出的 葡萄品种阳光玫瑰 高高挂起的阳光玫瑰 没有脏乱的泥土 没有多余的枯枝烂叶 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 把果园做成孩子们前来玩耍的场所 这是龚兆兴在七年前2017年的一个决定 在2017年之前 龚兆兴在一家国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但在这一年他想有所改变 可能自己年轻的时候是在乡村长大的 有点这个乡村情节 就觉得还是到了离定年纪去 想回到农村来创业 对 正好我们国家也大力推行乡村农与融合 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来在这边 做一个这种农场 然后结合着做山材 回到家乡的龚兆兴 承报下了三十亩山地 开始了园丁生活 园子的一草一木 都是他和小伙伴带着工人一起做起来的 我们拿的时候就存荒 就存荒的状态 然后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开荒 然后一点一点的修建 大大棚啊 修远路啊 我以前是学建筑学的 我也不是很懂这些种子 所以刚开始就会踩很多坑 就比如说我第一次年买葡萄苗的苗的时候 别人告诉我是洋果玫瑰 其实买在来种了 第三年发现不是洋果玫瑰 当时确实市场上甲苗是很严重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是有很多不适合我们这边种的 比如说柚子 橘子 我第一年的时候也种了很多 但是到了冬天全部冻死了 因为这边山区的冬天温度偏低 创业路上 龚兆兴交了不少学费 现在的果园已经小有名声 很多的家庭慕名前来 体验只有公兆兴的果园里才有的各种课程 公兆兴告诉记者 果园今年的葡萄产量大概有4万斤 收益约50万元 而农旅融合 每年的收入可以达到200万元 葡萄园在吸引着周边许多游客 前来游玩 沿学 这对推动南昌湾里的建设 也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们也是想让我们的万里葡萄走出去 不知所有南昌人都知道万里葡萄 想让更多的其他的地方的人 也知道我们的南昌有个万里葡萄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我们再来走进一个村庄 在宜春有这么一个不足7平方公里的小村庄 居然建了50多家的民宿 你敢相信吗 那么今天跟随着我们的与江西的100次相遇 我们去看看 一个不足7平方公里的江西乡村 居然藏着50多家民宿 其中有一家还获得了民宿界的奥斯卡奖 黑松路奖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宝藏乡村 Let's go 在宜春明月山的山脚下 我找到了它 因为村里有个120亩的大水库 所以有了水口这个名字 这是田园风的 这是乡土风的 中式风格的 这家像不像我们小时候农村住过的土坯房 这是日式风格的 就是这家获得了黑松路奖 它建在水口村的最高点 我最喜欢它门口的这颗红豆山 村民们说它有一千多岁了 它可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植物界的大熊猫 我还喜欢这个大大的露台 白天坐在这里 可以看到这一片梯田 傍晚坐在这里 可以被落日晚霞包围 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发呆就好 喜欢这里的安静 喜欢这里的没有班位 我是黎欢 期待和你的下一次相遇 新闻接着往下说 在吉安市积水县的村民 在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 干问上进行反映 说他们村的土地流转 给了养殖户 进行龙虾养殖 但是2018年的土地租金 六年的时间过去了 都没有付给村民 这个事情之前 干问平台把这个情况 转败给了当地的 相关的部门之后 但是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为此我们的记者 到了现场进行了解 吉安市积水县 盘古镇小江村村民 告诉多志频道记者 2017年 他们村的780多亩土地 流转给了一家养殖户 进行水产养殖 肖党根说 从2017年土地流转到现在 租金大多数年份 都是正常支付的 唯独有一年的租金 不知道什么原因 拖到现在都没有给 那么为什么小江村 2018年土地流转的租金 至今没有给呢 记者找到了 积水县盘古镇政府 了解情况 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因为流转土地的养殖户 股东之间出现了 比较大的变动 还存在一定的纠纷 导致土地租金 没能及时支付 其他的股东都退出了 就剩他的一个 但是之前的官司还没解决 因为一个老板 还没付其他的钱 现在的老板说 我这边无缘无故 我后面来 我18年的时候 我没来 这个租金他不想 是18年的租金 当时企业有纠纷 法院判了之后 有没有说 要之前的债务 这个是由谁来承担 是由现在这个继承 还是什么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小江村土地租金 被拖欠的情况 盘古镇政府 一直在调解处理 目前只有初步的解决方案 但是什么时候 能够支付2018年的租金 还要看养殖户的支付能力 这几年小玩家的波动很大 波动很大 那我们也是考虑这个 其实要生存 现在也是 一直在跟它调解 这个五年或者三到五年 或者五年 几年 每一年拿出多少来 足复地继续去解决 都市频道 记者报道 下面再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干问 安全隐患随手拍 我们来关注一下 南昌市青山湖区 孙家庭小区的罗先生反映说 半年之前 九栋三单元的电表箱 曾经因为是线路混乱和老化 自然起火 现在线路还是和之前一样 杂乱无章 经常可以闻到焦味 非常担心 再次自然起火 南昌县的曹先生反映说 在南昌市的沿江南大道 府路和文山一路交汇处 有一个应景盖损坏翘起 路过车辆稍不注意的话 就可能会陷进去 现在是插进了树枝进行提醒 但是插树枝提醒这个事 不是长久之计 希望可以尽快地进行维修 南昌湾里的一位胡先生反映说 南昌市的横帽 蔚来都会地区 20栋二单元一楼的业主 在开发商赠送的 那一层的外墙上 打了两个大洞 长宽大概有一米左右 20栋是18层的房子 大家心里的不安 担心房屋是不是不安全了呢 以上的问题 由于带入我们进一步的核实 我们将会和相关的部门 尽快地进行沟通 看看如何尽快地 为我们的群众 扎扎实实地办实事 简短的广告之后 再来关注明天全省 11个城市 具体天气温度 天气之后 新闻接着说 目前活动报名通道 已正式开启 非常火爆 报名热线 079188128777 本次活动指定 南昌德亚口腔 全口半口缺芽 也能当天种好 享受有滋有味 幸福生活 半群口高难度种植芽 任者德亚 079188188188128777 我们目光而行 传递诚信品质 坚持人民至上 践行服务使命 传递人保力量 始终伴您同行 熬夜加班 加灌加多宝 火锅加辣 加灌加多宝 比赛加油 加灌加多宝 怕上火 喝加多宝 科学研究发现 0到4摄氏度 低温条件下的冷鲜肉 微生物被有效抑制 肉质鲜嫩 香味十足 太好吃了 为了家人健康 我推荐大家 使用双绘冷鲜肉 南昌多云转晴 29到37度 九江晴转多云 26到37度 宝春晴27到37度 平香晴27到37度 新渝多云转晴27到36度 辅舟晴28到38度 樱坛晴转多云 27到37度 景德镇多云 景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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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昌市的红谷滩区 要说起来前两年有个非常火的网络综艺节目 不知道各位看过没有 叫吐槽大会 节目当中通过吐槽明星和明星自我吐槽 来给我们的观众带来一定的欢乐 而在南昌市的红谷滩区的九龙湖街道 这里每隔三五个月 也会举办一场吐槽大会 在这个地方是没有明星 参与吐槽的都是当地的企业代表 而吐槽的对象 则是驱离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 那么这样的吐槽大会 又会碰撞出什么不一样的火花吗 我们来看 8月13号下午 九龙湖街道的第四届吐槽大会 在VR产业基地举办 十多家企业的代表轮番上台 吐槽企业运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以及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而鸿骨滩区相关职能部门 街道 社区的负责人 则端坐在看台等待企业代表的点名 企业代表们有的吐槽 附近道路建设缓慢 影响出行 有的吐槽手续办理缓慢 政府部门之间的衔接存在问题 还有的吐槽 街道隔三差五 就要求提交各类的统计报表 把企业对接员工逼成了表哥表姐 不留情面的犀利吐槽 时常引起看台观众的振振欢呼声 被点到名的职能部门负责人 则要在企业代表的吐槽结束后 上台针对相关问题进行解释 如果工作确实存在不到位的地方 部门负责人还会向企业道歉 并承诺改正 会出现流量的变化 出息的变化 停车场停车数据的变化 这个时候为了绝望活动的正式开始 顺利开始 所以我们会做些微调 总共九龙国家公交 就整个片区大概加起来有10万人的人 10万人其中有7万人是来自于外地的 我们把所有最好的资源让给我们外地的游客的情况下 可能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一些委屈 在此我也代表我们这个行业部门向你表示 这个诚挚的一个歉意 吐槽大会上 企业代表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主打的就是直率和真诚 在这样的氛围里 只有吐槽犀利风趣幽默的企业代表才能受欢迎 像一家信息科技公司的代表 就靠着吐槽承诺的租房补贴落实不到位时 金句贫出 而被在场观众评为了本届的吐槽大王 从我同事那里了解到 房补能在走程序 那么在这里 我要跟红补商城博这边也说一说 我们不是不付钱 我们也在走程序 别急 站站站 轻松活泼的会场氛围离不开参与方的共同努力 原版吐槽大会的口号是 吐槽是门手艺 校队需要勇气 而在这个政商互动版的吐槽大会里 无论是批评一方还是被批评一方 走上台都需要勇气 记者了解到 九龙湖街道在组织吐槽大会时 提出的一个口号是 有意见随时提 有想法尽管讲 有不满大胆说 而要让企业代表们做到这一点 需要政府职能部门先明确一种观念 企业代表的吐槽是交流而非挑刺 面对面的来交流 也可以开创我们和企业之间的 这样的软心的一个桥梁 推动我们的工作 做更好的服务 可喜的是 随着一场场活动的举办 企业代表们也越来越敢说 而不像一开始那样担心被穿小鞋 如今在他们看来 吐槽大会已经成为了向政府职能部门提意见的好去处 第一个就是我的声音让他们听见了 他也现场做了积极的回复 我相信区政府以及相关的职能部门 都能妥善解决我这边的诉求 在刚才节目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企业代表们非常敢说 吐槽内容也有一些尖锐 面对这样的批评声 是捂住耳朵还是选择直面问题 可喜的是南昌市鸿骨滩区选择了直面批评 那吐槽大会就能成为推进政务公开 让企业和群众看得到 听得懂 能监督的沟通桥梁 批评声如果源于误解 解释清楚了 就能化解矛盾 批评声如果确实直指问题要害 接受批评也能帮助政府发现和改进工作当中的不足 要建设服务性政府 政府部门本身就应当秉持着 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勇于让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 记者了解到九龙湖街道的吐槽大会 始于去年三月 当时九龙湖街道的工作人员 在走访园区企业时 注意到这些企业的领导层和员工 普遍比较年轻 更热衷于接受新鲜的表达方式 很多年轻人 他们现在比较喜欢 以一些这种轻松幽默的方式 来去表达一些自己的诉求 所以我们也是为了 用他们喜欢乐于接受的一些方式 所以就组织了这么一个吐槽大会 让他们来勇于表达自己 来说一些真实的一些想法和意见 虽然这里的氛围轻松有趣 可企业真正重视起吐槽大会 还是在他们注意到 问题的处理效率之后 以某信息科技企业负责人 吴贵欣为例 参加第一届吐槽大会时 还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在发现大家吐槽的事情 有回响之后 他又连续参加了第二届和第三届 而且每一次都认真做了准备 第一次之后 我发现我们这些所有小伙伴 企业主参与代表 所提出的所有问题 我们红武当区里面都百分百回复 而且百分百解决 而且满意度也是百分百 这让我增加了很大的信心 高效率的回复来源于工作台账的建立 每一场吐槽大会 都有专人记录企业代表们吐槽的问题 并与相关部门长效对接 吐槽大会前三期 总共收集到了84个问题 目前呢我们半截了80项 这个半截满欲力量 我们达到了95% 不仅如此 街道还会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旁听吐槽大会 让企业代表的心声 落地为议案提案 通过这个吐槽大会 把一些企业所反映的共性的问题 我们作为人大代表 在屡次过程中提出 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 如今九龙湖街道的吐槽大会 已经成为洪武滩区 政务公开的一张闪亮名片 然而对于全区的政务公开工作而言 却又不止步于此 第一个要从一枝不锈 到全面开花 这个吐槽大会在九龙湖开 我们要把它扩展到全区范围里 第二个要从单一的形式 到多元的载体 在平时我们就要建立 这种机制 把企业家的需求 能够及时的反馈 到我们的政府的部门去 目前南昌市洪谷滩区 还建立了一支 1300多人的洪小二队伍 由专人为企业提供 电小二式的政策讲解 帮办代办业务 并且直接对接各区职部门 为企业建立了诉求 闭环处理机制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前两天 南昌市洪谷滩交警大队 信息化警务中心 通过视频研判 发现了三辆 涉嫌非法改装的汽车 民警逐一对这些车辆 进行了查处 这些车辆非法改装的共性 就是为了吸引他人注意 他们要炫酷 事情发生在8月13号下午3点左右 南昌市洪谷滩交警大队 信息化警务中心 发现一辆涉嫌 非法改装的跑车 出现在洪谷滩绿鹰路 车子挂了陕西的牌照 民警立即赶到现场 对该车进行了蓝停 民警通过对车辆的检查 发现这辆跑车更改了车辆的外观 并对车辆的尾翼进行了改装 同时在市区内行驶时 还启动了运动模式 因为它这个车 可能它原装的 运动模式它声量比较大 对于周围的居民 也是经常产生一个 产生一个特别大的噪音 对周围的居民的休息 也是特别大的影响 当时也是现场对它进行了教育 就是跟它说 尽量在市区内 就是开这辆跑车的时候 不要再启动运动模式了 因为是可以开低档的 低档的声音 相对来说就少一点 此外 南昌市洪谷滩交警大队 还查处了另外两辆 非法改装的小车 一辆奥迪小车 非法改装了排气管 一辆本田小车 非法加装了车辆的美意 查出这些非法改装车 就发现他们都有个共性点 他们改装车辆的主要目的 都是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 满足一个自己的虚荣心 同时也是为了 在街上驾驶车辆的时候 为了吸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力 年轻人为了炫酷 据了解 车辆外观的改变 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未经相关部门批准 擅自改变车辆外观的 可以被处以2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 并责令车主在规定时间内 恢复车辆的原状 目前交警依法对三辆小车的车主 进行了处罚 并要求在7天之内 恢复车辆原状 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 千万不要因为炫酷 去非法改装车辆 尽量让车辆保持原貌 改装了尾气 它会造成较大的轰鸣声 影响周边居民 还有一个行人 特别是在大家 特别是在大家休息的时间段 这个声浪 它的音量是非常强烈的 特别特别影响到大家的休息 车辆加装了尾翼 在某些特殊天气情况下 会对车辆的安全形势 产生一定的影响 可能无法较好的把握 车辆的形势方向 对自身的安全都会造成影响 目前活动报名通道已正式开启 非常火爆 报名热线079188128777 本次活动指定南昌德亚口腔 全口半口缺芽 也能当天种好 享受有滋有味幸福生活 半全口高难度种植芽 任者德亚 079188128777 每个你 像平凡星光 却明亮生辉 闪耀着泛斗的颜色 每个我 不离不停 亏洒的汗水 是坚定向前的证明 每一刻 幸福着 大道同行 你我并肩 在城市里 晃醒能量 与青山绿水相拥 与幸福美好相伴 幸福江西奋斗向前 2024润田翠幸福江西行万人健步走 用奋斗创造奇迹 青春就是绽放活力 点燃梦想 真心好活力 就喝润甜脆 润甜脆 中国花样滑冰协会 官方饮用水 央西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 容易引发 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输筋建腰很重要 人老细不老 全靠腰腿好 输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砖药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国粹中药 匠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神奥会开始了 预备 发枪 武刀选手来到第一 拼了 武刀选手 十三点二四秒 拿到了冠军 燃村奥来夺冠 选手准备 女单 决胜局 开打 好球 再次来到三点 漂亮 这样花运队选手 四比一拿下首轮比赛 燃村奥 来夺冠 比赛开始 铁猪队率先发力 牛牛队摇紧牙关点中 双方都在寻找突破的机会 赢了 铁猪队赢了 燃村奥 来夺冠 2024年加多宝村奥会江西赛区 即将火热开赛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头晕头痛 胸闷 气短 要注意 哄泻不清 血液粘稠 导致心脏和大脑 哄泻不足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 气短等症 千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及时清洗 清洗八尾片 专要清哄泻 祝您哄泻清 心脑好 清洗八尾片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年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清洗八尾片 专要清哄泻 祝您哄泻清 心脑好 孟奇药业 稍后您将看到 工程完工五年多 工钱至今未结清 系列报道 殖民问题 九四丰 敢坐善为抓落时 播出后 吉安急水线调查整改 相关部门多错病局 化解遗留问题 阳光真爱鲜奶街来了 幸运三连环 套住幸运的你 第一环 订奶享好礼 一口阳光 收获满满惊喜 牛技十足 拿下今年最大福利 第二环 千元大甲 送送送 加入阳光订奶群 每周送出200分幸运 神秘嘉宾 将千元惊喜送达 第三环 全家免费看演唱会 喝奶也能嗨起来 8月25日至9月20日 阳光乳叶真爱鲜奶节 以真鲜爱家人 快去阳光奶站 卸会一份幸运吧 下面再来观众我们今天的直面问题 就此风 赶坐善为抓落时系列报道 前段时间 吉安市集水县的几位农民工 向我们反映说 五年前 他们在集水县丁江镇 参与了一个新农村建设工程的施工 不料活干完了 工程的钱迟迟没有被结清 8月9号的晚上 我们对于此事进行了播出和报道 节目播出之后 当地政府做出了回应 今晚我们来关注回访 吉安市集水县丁江镇宣传委员 陈小苗告诉记者 8月9号晚上 都市频道的直面问题 邱思峰赶坐善为抓落时 节目播出后 当地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 第一时间成立了工作专班 陈小苗告诉记者 五年前 戴森门等人在上坑村 进行新农村建设时 增加的部分工程量 没有签订补充协议 也没有进行立项 造成后面结算困难 丁江镇宣传委员陈小苗表示 目前他们也只能将问题向相关部门反映 尽量争取项目资金进行支付 以和上级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对接 积极争取各类政策支持 对当事人面临困难进行妥善发展 确保取得时效 投诉人戴森门妻子卢女士表示 节目播出后 丁江镇政府相关负责人 确实找他们进行过沟通 不过对于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 卢女士感觉还要等很长时间 陈小苗表示 相关人员之前的一些不规范操作 造成这个遗留问题 现在解决起来确实有难度 他们尽力化解的同时 也将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下一步 我正将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 紧扣项目决策 审批 招标采购 建设监管 竣工验收等关键环节 落实好各项监管措施 实施项目全生命周期可分析 可预警 可调度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生活中 如果说各位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 也可以向我们江西独立频道 随时反映问题 拨打我们的24小时新闻热线 0791-8831-6800 还可以下载近视频APP 找到我们的网络问证平台干问 或者说就在我们的都市现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 点击服务 再来点击干问 进行问题的反应 我们将会认真记录每一个信息 短新闻大视野 更多大事小情 再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资讯快报 8月30号上午 南昌市公安局邀请媒体 深入公安交管 治安派出所等窗口 采访体验机动车耗牌智能自取系统 流动服务车和市民中心治安窗口 宣传车架管 宗窗改革 大型活动审批等便利举措和成效 提升企业群众对公安政务服务知晓率和满意度 从7月1号到8月31号 为期62天的暑运已经结束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从7月1号到8月29号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约105.64亿人次 日均1.76亿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3.6% 文化和旅游部政府门户网站30号发布信息 应金门县民意代表参访团请求 大陆将于近期恢复福建居民赴金门旅游 9月天象剧场的大幕即将落开 水星西大巨 金星半月 土星充日 超级月亮 海王星充日 紫金山 阿特拉斯 彗星过近日点等大片将扎堆上演 9月5号 水星西大巨率先登场 9月17号将迎来中秋佳节 今年的中秋月不仅是15的月亮16元 还是本年度第二个超级月亮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游获悉 位于海南岛南部海域 英格海盆地的一口海上探井完成钻探任务 期间最快一天向地下钻进了2138米 创造了国内海上油气井 丹井日静尺新记录 承担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项目的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近日发布消息称 该院科研团队在新疆 一五线科考时发现了宾威动物戈壁熊 这是我国境内首次发现 有戈壁熊的分布 北京时间8月31号 2024美网女单第三轮 7号种子中国球员郑清文 击败德国球员尼迈尔 连续两年在美网创进16强 下一轮 郑清文将面对维基奇和斯特恩斯之间的胜者 中国球员王亚凡淘汰两位top20球员 晋级女单16强 接下来 他将和26号种子巴多萨争夺8强席位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稍后您将看到提前半年在百家喜宴订婚宴 谁料遭遇婚宴厅或不对版 百家喜宴承诺整改到位 婚期临近新人心理直打鼓 操办习事遇上如此尴尬事 都市消费调查 记者维权出击 我选特别香的卤花低戒酸菜籽油 卤花低戒酸菜籽油 煎 炒 烹 炸 炖 炖 样样都好吃 特别香的卤花低戒酸菜籽油 开吃时代我倡议 安排辣子鸡 热辣火火配倡议 太空军珠带给你 真快好好随心意 倡议百分百 添加太空军珠K56 专为国人健康研究 好均喝倡议 畅快随心意 当你面对高利诱惑 也许就会心存交信 一次也可能血本的乌龟 莫被利益冲昏头脑 克服贪欲 切勿交信 麦芒30 AI手机隆重上市 搭载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 AI一箭直达 双区护眼屏 五星耐衰 6100毫安超能续航 到电信购买麦芒30 向高额补贴 和超值全异 中国电信江西各大营业厅有兽 买手机到电信更优惠 黎明昏向前 低声枪响 在这里回荡 崇山峻岭中 低缕星火 在这里凉凉 漫漫长征 低声极极号 在这里吹响 江西 每道山里都是英雄挺起的脊梁 每条河流都有烈士抛洒的热血 每片土地都落下 相辈的辉煌的足迹 感受一下根据地的朝气和活力 之所从来 方明所往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 中国红色文化传播全媒体行动 红色九月 崇上井冈山 追寻光辉足迹 传承红色基因 魔化时代巨变 江西广播电视台 重磅巨献 检索消费乱象 曝光行业内幕 再来关注我们今天的都市消费调查 结婚是人生大事 为了给自己的婚礼留下美好的记忆 南昌市的一位黄先生 提前半年就在南昌县的百家喜宴 定了今年九月的婚宴 然而婚期临近发生的事情 让他感到既焦虑又失望 黄先生介绍 他的婚期定在九月十五号 为了确保一切尽善尽美 他和未婚妻早在半年前 也就是今年三月就已经开始筹备 他们选择了位于南昌县迎宾中大道的百家喜宴 国际宴会中心作为婚宴地点 当时酒店尚未正式开业 各个婚宴厅也还在建设当中 黄先生通过查看效果图 最终选定了价值41778元的四季厅 期待能在这里举办一场梦幻般的婚礼 一开始说就是做预售嘛 就是现场在施工嘛 他就是通过一个电视的一个宣传片 做的就是可能比较华丽吧 然后当时就看中了一个四季厅 当时就是现场是什么都看不到的嘛 就是选中那个厅 比较唯美吧 就是那个现场呈现的 它是一个花海的主题嘛 就是呈现出来就是可能 色彩是比较单一的比较和谐的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黄先生的预期发展 酒店方曾承诺今年6月下旬宴会厅会完工 但直到6月20号酒店正式开业时 四季厅依旧没有完工 到了7月底虽然完成了90%的进度 但现场效果却与宣传图大相径庭 百家企业承诺给我们呈现的效果是这样的 比较素雅的 然后最后它落地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是五颜六色的很熟悉 完全不一样 连10%的效果都达不到 第一眼的感觉就是感觉跟 它一开始给我们发的宣传编相差很大嘛 你就像它宣传编里面呈现的一些很立体的效果 比如那种花束啊 然后到了它现场实际 就是那个墙两边嘛 就是贴那个木墙样的嘛 很low嘛 很颜六色嘛 有黄色的绿色的紫色的 就是那个色彩很杂乱 不协调 不统一 然后它整个厅的效果 那个众生也不够 面对四季厅实际效果与宣传图的巨大差异 黄先生和未婚妻感到非常失望 就一开始就是想让它整改嘛 达到我们满意的效果嘛 但是就是它七月份我们去看的时候 跟它提出这个整改的要求 到现在也快过了一两个月了 就是辞职没有整改到位嘛 连百分之五六十的程度都没达到 眼看婚妻临近 黄先生和未婚妻希望酒店方能够给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但是双方至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 他们是说就是可能送我们一个摄影嘛 摄影还有一个什么一个烟花效果吧 但是我们摄影这边已经请了 我们也不是图这个的 我们肯定是想就是说那个婚礼场地还是 就是能跟我们一开始设想的是一样的 因为到时候你成片出来的效果不好看 结婚是人生大事嘛 肯定是只有一次的 我们都是我跟我老婆都是很看重这个事情的 都是想把婚礼布置得很浪漫嘛 很唯美嘛 就是让来宾嘛 包括我们都是很记忆深刻的嘛 然后就是现在就是不进入人意嘛 就是让我们还是有点失望嘛 想法就是说想把这个钱退掉 苦等了四个多月 看到的却是货不对版的婚宴厅 加上婚期的临近 悉人的心情特别的交集 黄先生表示 只想早日退款另做打算 那么对此 百家喜宴国际宴会中心 会有了什么样的说法呢 我们去听听 8月24号 百家喜宴国际宴会中心销售人员余女士表示 目前婚宴厅的效果确实与效果图存在差异 但这只是暂时的 并不是最终效果 这张照片你可以对比一下 其实就是花衣的区别 我也跟他解释过了 他当天就跟我说了 我说这个花衣呢 是属于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但是我们已经跟领导 包括我们的采购那边已经确认了 这个花衣会换掉 会换成这个效果图里面的 这种绿色及香槟色 对会换 还有它讲的最后 属于一个是墙纸 一个是灯 好像不一样是吗 我给你看一下 我们墙面的墙纸一直都是墙纸 因为我们效果图上也是墙纸 这个墙纸并没有什么话 他们有跟我讲 那么既然知道和效果图之间 存在不小的差异 相关问题的处理 百家喜宴国际宴会中心的态度 又是怎样的呢 这个问题我们酒店方一直在解决 就是我们 但是为什么有这一个月的时间呢 因为第一个中间我们有一些峰会 或者是婚礼现场是没有办法去改造的 所以必须得把这段高峰期忙完 然后我们也跟采购联系过去 会整改到跟他原来看的这个意义 但现在已经8月20分了 对于婚期定在9月15号的黄先生来说 担心有一定风险 所以提出要求全额退款 对此 余女士表示双方签订了合同 酒店方也并未违约 他们也在等领导的最终答复 这边是没有传线去答应你 或者能怎么解决 我只能先了解你的需求 然后相相反馈 退还是退部分 还是全额退 这个我肯定要跟领导去反应 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花衣的颜色 确实有出入 我们也在改 我们并没有说就是不改 你就只能按照这个定 我们也没有说那么八万条款去做 节目播出前 记者通过黄先生了解到 酒店方面已经终止了合同 并做出了全额退款 都市平台记者报道 来说一笔钱 这笔钱的是不小 江苏扬州的吴女士心也推大了 居然把这一袋子的钞票 放进了私家车的后备箱 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出事了 一个得了 一个得了 一共三十五万 拿了五百 这天早上扬州区江派出所 接到居民吴女士报警 汽车后备箱里的现金少了 据这个受害人讲 是自己为了买房子 去这个借的现金 当时是暂时存放在宝马车里面的 吴女士说 她把三十五万借款 留在后备箱过夜 第二天来取钱 清点时发现少了五万 我以为我这个袋子 是漏洞了你知道吧 我想我那个钱是不是掉了 因为我想如果人家拿的话 肯定来回翻车了 袋子没有破洞 钱也不会无故消失 民警调取周边监控 很快发现钱被偷了 作案的是几个小伙子 宝马车的后备箱 是可以一键开关的 当时扣那个后备箱 把后备箱开下来了 以后把这个现金拿走了 原来吴女士是将近晚上九点才借到钱的 她把三十五万元放入后备箱 就进了附近的沿街店铺 而钥匙还在汽车感应范围内 车载电脑默认主人并未离开 所以没有自动锁门 于是几个年轻人打开了后备箱 分两次拿走部分现金 你看啊 这伙人胆够肥的 晚上九点多 街上当时还人来人往 车主就在附近 他们就敢伸贼手去偷钱 好在周边有公共视频 民警是寻线追踪 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是打了一个滴滴 一个网约车 后来呢 我们这个根据网约车的车牌 一路追踪 追踪到了这个 大概在力宝广场附近下的车 民警当即对周边小公寓进行走访 发现其中一名嫌疑人暂住在13楼 于是立即抓捕 起来 起来 后边 你过来 起来 起来 先起来 落网的嫌疑人交代 他们共有五人 作案得手分赃后就鸟兽散了 其他人已连夜逃往外地 考虑几个嫌疑人还年轻 没有恶劣罪行 民警当即电话勒令其他四人 投案自首 于是案发后不久 五名嫌疑人就又在派出所聚会了 他们交代 当晚是瞎转悠 随机开汽车后备箱 想捞点外快 当发现有几十万现金后 顿时就懵了 不敢把这个三四官全部拿走 如果金额太大的话 可能后果就非常严重 遭受法律制裁的话就很严厉 这五人自作聪明 先拿走三万到巷子里分赃 然后觉得不妥 又折返回去 拿走了两万的零头 五万块钱一捆子在那边 如果说只拿三万的话 还剩下两万 空在那边太明显了 所以就又派了一个 另外一个人返回头去 把这个货备箱里面的 两万现金又拿走了 这会儿年轻人想不到 赃款还没误热 就被警方一锅端了 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五万元失而复得 吴女士感激不已 民警提醒广大车主 如今不少高档车都配有感应钥匙 而如果车主没有手动锁车 又长时间在车附近逗留时 就有可能影响汽车启动自锁功能 从而给小偷拉门盗窃 留下作案机会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我们还想通过下面这个新闻 跟各位司力说一说 切勿疲劳驾驶 就在这两天 全南高速公路的 吉安永新县境内 司机徐先生 因为是早期赶路 连续开车将近15个小时 最终特别困 难抵困意 撞上了护栏 一下子彻底清醒了 公共视频中 小车先是摇晃中 撞上了右侧护栏 司机徐先生突然惊醒之后 情急之下 向右猛打方向 导致车身失控 这时后方一辆小货车驶来 司机注意力集中 巧妙躲避 辆车最终没有发生碰撞 民警事后调查了解到 徐先生当天连续驾车 五个小时之后 打了一个盹 当时有点犯愤 就开到马路牙子上面去了 然后一反应过来 我就猛着往右边打 然后就失控了 闭眼一秒危险十分 民警提醒 开车过程中 司机一定要保持 良好的精神状态 民警最终认定 徐先生负此次事故的 全部责任 很多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 都是司机硬撑 最后没撑住导致的 近日一辆小车 在航长高速公路 铜骨服务区入口处 连撞树根路灯 根据相关规定 黄先生需要承担 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并且还要赔偿撞毁的公共设施 交警也提醒 开车如果感到困乏 一定要在就近的收费站驶离 或者是进服务区进行休息 千万不要硬撑着疲劳驾驶 本节目素材 由江西高速警察提供 千万别硬撑着疲劳驾驶 如果觉得困了想睡了 第一时间赶紧进服务区 或者说开车驶离高速公路 然后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停车休息 千万不能勉强开车 更不要任性停车 最近在极广高速公路的 赣州汇昌段 就有司机犯了糊涂 最近民警在极广高速 赣州汇昌段巡逻时 发现一辆小车 停靠在应急车道里 走上前仔细一看 驾驶员梁某 正翘着腿 架在方向盘上 憨声如雷 你好 你车停在这里做什么 我看你停在这里睡觉是吧 民警出现 梁某还没彻底清醒 还是懵的 就连副驾驶位上的小狗 比他那主人都要清醒得多 随后民警对驾驶员梁某 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并依法对他的违法行为 进行处罚 在夏荣高速 赣州汇昌段 一辆小车的驾驶员 在高速上行驶时 突然却一拦袭 通过车辆行车记录仪 可以看到 车辆的方向 慢慢地向左 发生偏移 重重地撞上了护栏 打瞌睡 然后一直往 方向盘没等 没没等 然后方向盘就变了 我们再跟他做一个提醒 他们开始 把他这类的 进去去休息 最终民警认定 赖某疲劳驾驶引发事故 承担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本节目素材由高速警察提供 下面再来关注 由我们江西独自频道 联合小时候的菜油箱 外婆箱小炸菜籽油 为大家推出的 大厨到家分享油理 特别策划 我们这个活动特别有意思 节目组将带着 外婆箱小炸菜籽油 走进社区 和我们的幸运观众 以及他的街坊邻居们 一起来分享美食 今天看看 我们走进了 哪个居民社区 大厨到家分享油理 有小时候的菜油箱 外婆箱小炸菜籽油赞助播出 大厨到家分享油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今天的送礼时间了 那我现在在的社区呢 是南昌的福河桥社区 今天我们的幸运观众啊 他就住在这里 那在开始之前呢 还是要先请出我们的 金牌大厨 知大厨 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送一道什么好菜 知大厨你好 你好你好 我们今天是要送一道 什么好菜给他呀 红烧甲鱼 红烧甲鱼又是一道硬菜呀 一定是非常的下饭美味 那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去把好礼和好菜 送给他吧 走 走 李女士您好 李女士您好 这个送给您 这个是我们的外婆香小家菜子油 好嘞 好 本期的幸运观众李女士 可是社区里知名的热心厂 他人很好 为人蛮好的 因为我们都是邻居 留上楼下的邻居 要热心 人比较好 为热心的李女士点赞 接下来咱们赶紧让知大厨现场教学 制作这道美味佳肴 红烧甲鱼吧 外婆香小炸菜籽油 精选优质非转基因菜籽油 采取传统小炸工艺 保持传统菜籽油风味 还原小时候的菜油香 无论煎炒烹炸 用它做菜就是香 就是这么简单 瞧 这道红烧甲鱼已经做好了 一起来品尝吧 外婆香一个菜籽油炒出来的菜 烧的甲鱼真的很好吃 好香 都是原先的那种味道 烧这个甲鱼的话 它主要是有气性 蘸香 体味 上色 烧着特别香 像以前小时候的味道一样的 现场同为福和桥社区的居民朋友 也可以分享到一份喜悦 如果大家也想到我们前往邻居社区 请一定要过到我们热心电话 0791-8831-6800 外婆香小炸菜籽油 大厨到家 分享油里 耶 向高额补贴和超值全益 中国电信江西各大营业 有售 买手机到电信更优惠 人老细不老 全靠腰腿好 好 输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制药精髓 砖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 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国粹中药 向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夏天最心动的瞬间 是西瓜的最中间一口 是抬头的漫天星光 是水中嬉戏的片刻清凉 但要心动更要心安 西瓜虽甜 但要警惕隔夜冰西瓜 天空很美 请雾爬高 紧防高空坠雾 玩水有趣 要快乐 更要安全 安全多一下 快乐一整夏 江西的夏天 古镇西建 水深潺潺 夜梦清凉 夏孕阴长 青河灿烂 游海奇幻 来这里清凉一下 触摸湿和远方 如画将席 风景 读好 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要注意 红血不清 血液粘稠 导致心脏和大脑 红血不足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等症 千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及时清血 清血八尾片 专要清烘血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清血八尾片 作为一种 治疗高血年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端的药物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清血八尾片 专要清烘血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梦奇药业 每日营养 一瓶搞定 都市现场 由军阳六种坚果 挂名播出 征服家人的胃 我用好厨艺 守护家人的肠胃 我用胃动力 军阳胃动力 给你的肠胃 做做操 畅销五十亿亭 值得信赖 军阳胃动力 稍后您将看到 女子外卖平台点餐 在辣椒炒肉里 竟吃出苍蝇 赔偿金额谈不拢 责任该如何划分 民法典在身边 稍后继续以按说法 网友分享DIY护肤方法 茶饮料变身神仙水 医生提醒慎重使用 与生活同行和法治相伴 再来关注我们今天的 民法典在身边 南昌市的一位陆女士 来电反映说 8月23号的晚饭时间 她点了份外卖套餐 结果在辣椒炒肉里 她说吃到了苍蝇 陆女士说 随后将此事 反映给了外卖平台和商家 要求商家退款 吃出问题的套餐价格是44块8元 她只退了我41块7毛5 按理说如果吃到这样的问题 她应该把所有的钱都退给我 我认为她至少应该退我44块8 对于这样的赔付 陆女士认为不合理 的诉求就是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 给我退一赔十 不足一千元的按一千元赔偿 他们说是我自己放进去的苍蝇 这是一只完全熟了的苍蝇 他们这样做实在是令我太无语了 不仅污蔑我冤枉我 而且还把消费者的这种正常维护 自己的权益的行为 认为是敲诈勒索 陆女士说 事情过去好几天了 对于她的索赔要求 对方一直没有给出另起满意的答复 而且商家至今没有给我打过电话道歉 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 如果商家真的有诚意解决这个事情的话 她应该跟我去进行沟通 应该跟我直接沟通 那么对于陆女士的指责 其点餐的千百位京东旗舰店 又会作何回应呢 我还是这样说 第一 本座大话小小花两个原则 我说我授权你平台去助你 我都认 但是前提是 这个才从我这里过去了这么久 我没有办法来确认这个东西 是怎么进去的 我目前暂时 这是我不接受你们在这个 任何的回复你们任何问题 请她走私法流程也行 走市场监管流程也行 走平台流程也行 这就是我们给的答复 对于此事 千百位京东旗舰店的态度非常明确 就是餐食离店 真相难以还原 只能够是接受平台调解等途径进行解决 那么陆女士所提供的证据 和提出的赔偿要求 是否有法可依呢 继续来关注 您发点在身边 然后当时他们那边店铺的负责方的话 也跟我说了 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有办法核实到 然后但是考虑您这边的一个体验的话 可以帮您申请到那个小草肉的一个 十倍的一个补偿嘛 这个订单的钱 以及加上200的一个信用金 然后希望我跟您看出面 对一些沟通一下 咱们达成一个和解 外卖平台给出的这一补偿方案 与陆女士提出索赔要求 有着一定差距 随后她将此事投诉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如果协商不成 陆女士又该怎么办呢 为此记者帮忙咨询了律师 律师表示民法典第577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旅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 应当承担继续旅行 采取补救措施 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因为我们在点外卖的过程中 实际上也是签订了一份网络点击合同 因为通过点击按钮等形式 我们是通过这个平台 与我们的商家签订了一份电子合同 所以依据该条 当事人一方旅行合同义务又不符合约定的 我们是应当继续承担旅行 以及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或赔偿相关的损失的违约责任 那么陆女士要索赔 究竟该找平台还是商家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 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受到损害的 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 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 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 应当实行首付责任制先行赔偿 属于生产责任的 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 属于经营者责任的 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经营者追偿 应当进行赔偿的主体 应当是我们的商家 商家是第一责任人 我们外卖平台也只是对它进行一个平台的搭设 最大的责任可能就是对于它的资质的审核 或者是后续出现问题进行相关协商 在赔偿金额方面 我们消费者除了要求赔偿损失之外 还可以要求他们支付价款的十倍 或者是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如果你增加赔偿金额不足一千块钱的话 应当是可以认定为一千元 生活中类似的纠纷并不少见 对于餐食离店真相难以还原这一问题 吴律师指出 如发现外卖餐食中有义务 消费者要及时保存相关证据 包括网络订餐凭证 保存义务照片 保存外卖包装等 有条件的情况下保存证据原物 避免因证据缺失陷入维权困局 与商家进行及时的联系 反映在订餐过程中所存在的义务问题 也可以向品牌外卖投诉 如果双方都协商不好的话 可以通过法院的起诉的方式 进行解决这个问题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在今晚的直播之前 陆女士给我们的记者打了电话 表示她已经接受了 外卖平台的解决方案 并且受到了赔偿 随后陆女士把这600多块钱的赔偿 在网络的公益平台上捐赠了出去 我们再来换个话题 要说起来这两年茶饮料 备受大家的欢迎 这种产品主打一个健康养生 最近有一款茶饮料 又有了花式新用法 据说用它来护肤 敷脸 这样的做法靠谱吗 在网上火爆的一则消息是 只要5块钱的晒后急救 网友分享的具体做法 是用冰镇的东方树叶 纯茶无添加的饮料 湿敷在脸上 就起到了快速补水 还能抗氧化 震惊退红 收敛毛孔的作用 网友们说这很健康的 不信看看饮料的配料表就知道 水 茶叶 维生素C 碳酸氢钠 看似健康的聪明做法 在医生看来并不靠谱 茶叶它确实是有一些 抗氧化比较好的 那些保健效果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不会去推荐 这种口服的产品 用于脸上 用于脸上的 我们一般会首选的 泄字号的一些产品 或者是药品 它会安全系数和更高一点 也经过了一些 寻证医学的验证 出现这种晒伤的情况 我们还是不推荐 用这个东方树叶这些产品 而且他们有的时候 可能也会对一些敏感的皮肤 甚至会产生一些过敏的 这种情况 风险性是比较高的 医生这么一解释 那些抱着 不是SK2用不起 而是东方树叶 更有性价比想法的朋友 是不是得停下 误入歧途的脚步了呢 如果真的晒伤了 医生来教您 怎么正确应对 可以用冰水 然后裹个毛巾 或什么的冷敷一下 即可减轻一下 它的这种发热的炎症反应 之后可以选用一些 表皮修复的这种生长因子 来涂抹 来帮助皮肤的修复 另外多补补水 好好休息 然后注重保湿 它自己是能慢慢地 恢复过来的 丁颖说 网上流传的一些 DIY式的护肤方法 建议大家慎重使用 比较容易出现过敏反应 在护肤方面 科学的方法 大家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 对于护肤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 清洁保湿 清洁的话 可能就早晚用一下洗面奶 尽量选择氨基酸啊 这些成分的 不要选择造极 含造极类的 然后保湿的话呢 一定要选择霜 或者是乳的 有一定的滋润度的 感觉不敢就行 对于我们一些敏感肌 像我会推荐它 选用医用的护肤品 都市平台记者报道 我们再来说一说 运动要讲科学 这两天 浙江杭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的骨科 接诊了一个 因为骑车而受伤的患者 记者从浙江杭州市 医医院了解到 患者今年38岁 齐心减肥三个月 体重掉了12斤 不过却总感觉到 手腕关节疼痛 握着车把时更疼 慢慢的 它竟然连瓶盖 也拧不开 家门钥匙 也转不动了 这个地方有个 比较特殊的结构 我们叫TFCC 我们叫三角纤维软骨 的确是 此功能上提示 是三角纤维软骨破裂了 这个TFCC 也就是三角纤维软骨 到底是哪个部位呢 医生也给我们 示意了一下 我们摸摸自己啊 手腕上其实是有两根骨头的 两根骨头 齿骨和绕骨 对吧 然后呢 绕骨呢 是连在这个手腕上的 但是齿骨这里一摸 这是空的 好像没有骨头 这个地方有个凹 这个凹里边 就是这个TFCC的 三角纤维软维负合体 就是在这里 医生介绍 齿骨和绕骨的连接关节 叫下齿饶 包括这位患者在内 一些女性 由于先天下齿饶关节 发育不稳定 反复重复的旋转提拉动作 就会导致TFCC损伤出现 需要固定和休息 目前这位患者的手臂 就被打了石膏固定 医生告诉记者 TFCC损伤 常常出现在运动爱好者身上 比如哑铃推举 打羽毛球 网球 做俯卧撑等等 都可能引起TFCC损伤 因此预防TFCC损伤 首先是要适度运动 同时可以佩戴护具 来保护关节 如果反复出现以下症状 医生建议还是到医院就诊 你觉得你毛巾痛了 你得引起重视 特别是 另外一个 转手的时候 他老是嘎嘎作响 说明他下手不稳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撑不了了 如果俯卧撑 或者手一撑 你一撑就觉得这个地方痛 那么你可能这个下手就有问题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我选特别香的 卤花低解酸菜籽油 卤花低解酸菜籽油 煎炒烹炸炸炖 样样都好吃 特别香的 卤花低解酸菜籽油 背上行囊 出发 文明有礼 你我都是风景 与快乐同路 更与安全同行 安全出行 济心间 文明旅游 好风景 今晚节目最后 我们再来关注声音 此前 有景德镇市 珠山区 古镇天狱小区 二期的魏女士反映说 小区的架空层 被开发商卖出去了 有的是开了公司 有的改成了民宿 有好几栋的承重墙 还被破坏了 现在楼上居民家 出现了开裂的情况 大家非常担心 安全隐患的问题 上次节目播录之后 实施不接到的工作人员 答复了说已经联合了 多部门进行了处置 制定了整改的方案 开发商承诺 两个月之内 对于架空层的租户 进行清退 并对主体进行安全鉴定 好了 感谢观众今晚节目 明晚我们再见